两层楼铁皮屋全面起火燃烧 消防人员急忙布水线灌旧 火灾发生地不是民宅 可是一间马场 还有不少马儿在里面 办公室内部被烧了焦黑 事发新北板桥福州地区的一间马场 清晨不明原因窜出火蛇 还好无人伤亡 但多数的马儿获救 却有一只大型贵宾犬 两只鹦鹉和一批名字叫做 王子的马命丧火窟 第一间的马已经来不及了 因为那时候火真的很大 连门都没办法开 那第一只马的王子 他就在里面往生了 那其他的马那时候火很大 我赶快把门打开 让马全部可以跑出来 负责管理马场的王先生 谈到养了六年 今年二三岁的王子 还是相当难过 因为王子是马场的人气王 附近邻居都耳熟能详 彼此有了深厚感情 刚刚送我们来的时候 你看得到全身是骨头 看不到肉 他很乖 还没走到他门口 你叫他 他就马上头探出来 隔壁邻居 很多阿公阿嬷 都来这边来骑他 我们都有让他免费给他们骑 几乎每年都有参加 他有拿过冠军 民众来到马场 坐在王子身上 看得出来 他的个性相当温馴 附近居民 对他都相当有印象 体型大幼壮 曾在各种马术比赛 拔下头筹 可说是只明星嘛 根据了解 王子的前主人 是国民党台北市议员 应小薇 2023年还一起参加加年华 应小薇跟王子脸贴脸合照 看得出感情有多亲密 消息一出 也让所有人相当惋惜 应小薇心情平复后 也在脸书po文 最后一次 我看到王子是几个月前 他仍然热情地给我拥抱 谢谢王子 曾带给我的温暖 我不哭哭了 也谢谢你带给那么多人 美丽的回忆 祝福王子 当初他是养王子这只马也有很长的一个时间 他也把他当成自己的小孩子在照顾 他时常有的时候他会上红萝卜来看看他 然后跟喂到其他的小马 这场大祸夺走四只动物的生命 马场损失破千万 后续的重建工作还是慢慢长路 明日新闻 马顺杰 红国凯 陈又玲 SNG小组 新北采访报道 更多精彩新闻 请下载APP 订阅明日新闻网